接下来介绍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这是在枢纽分析下 蛮特殊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 Excel 2010之后才会有 2010之前是没有的 那我让作用存在格停在资料库里面 利用插入所有标签点枢纽分析表 一样让它在新的工作表 我们很确定 好 我们将业务单位拉到列 再来我们将我们的产品类别拉到蓝 那把小记拉到直 那这个资料 我们到枢纽分析表工具的设计 所以你不要签 不要总记了 总记关闭列与蓝 OK 列标签点下箭头 我也不想看到业务经理确定 好 那这样就很单纯的 各组它的一个金额 我们就列出来了 刚刚我忘了让它做的结果 再下面一点 没关系我在第二列这边 再插入 一二三四选起来 点右键再插入 OK 再插入 我上面让它有空间出来 苏纽分析表的美化 我可以到设计索引标签 加上一些我要的美化效果 列标签的名称 我可以改成 组别 这标签名称本来就可以改 组别 产品类别好了 好 组别哪一组 产品类别 什么产品 那这个当然是所有的资料 目前是所有的资料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 枢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 所以你不要先有个插入 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我们点这个插入 交叉分析筛选器 首先呢 我想要来做程式 这边有程式 再加一个我们的产业类别 产业类别 我按确定 我就有一个程式 一个产业类别 程式的部分 它预设是以一栏为主 我现在选在交叉分析筛选器 的一个成果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工具的选项 它的栏位我可以设定为 假设八栏 设定为八栏 这边资料就看不清楚了 那我把它栏宽 我拉宽一点 列高 好 高度把它拉高一点 这是程式 程式的部分 我可以选一个色彩给它 同样产业的部分 我也可以让它是八栏 好 至于它的宽高 就用拖曳的方式 放来跟程式 放在一起 它的宽高 我们就大概稍微拖一下 让它们是一致的 是跟上面的宽 我也可以选程式这个 稍微观察一下 它的高度是 我用0.65好了 宽度是2.3 所以底下这个我也可以是宽度2.3 高度0.65 OK 这样就会一致了 大小就一致了 好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 这个东西就是 目前是所有的城市 跟所有的产业 它的一个 树纽分析表的结果 但是我如果今天只要看到新北市 我如果点了新北市 你会发觉底下数值 我们的树纽分析表的结果就会变 现在因为只看到新北市 其他县市的销售金额是没有进来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新北市的资料 而新北市你会发觉汽车 纺织教育 它是变淡的 代表新北市没有卖这三个产业 并没有卖给这三个产业 那我若选新竹市 那新竹市你现在看到的 树纽分析表的结果就是新竹市的 而新竹市只卖了汽车服务 商品教育跟电子这几个分类 后面的他都没有卖 当然我可以控制按着不放 新竹市加新北市 OK再加台南市 我可以控制按着不放去选 我要看哪几个县市 那如果我要取消它的筛选的结果 这个城市的筛选结果 我就把这个清除筛选的按钮按下去 它就全部选取 当然我也可以单独选产业 我要看汽车产业 而汽车产业只有新竹 县市苗栗台南高雄跟花莲 只有这几个县市有卖给汽车产业 我也可以开始食品生计电子 所以这个叫做交叉分析 筛选器 OK好 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不要了就清除筛选 清除筛选 就可以看到整体的结果 它除了这种属于资料的之外 它还有一个蛮特殊的 同样的我们再做一个 我停在这个回来 枢纽分析表运用这边 一样插入枢纽分析表 一样新的工作表完确定 我同样的将业务单位拉到列 将我们的类别名称 类别名称拉到蓝 小记放到直 那一样不要看到业务经理 好 在底下这边呢 我要再做另外一个 枢纽分析表工具分析的插入时间表 插入时间表 因为在整个枢纽分析表 应用那个资料库里面 只有一个订单日期 只有一个是日期 所以你也只有一个可以选 我按确定 好 我这边就有订单日期 我一样可以改变它的宽度高度 其实我可以加入很多 再加入一个 选在我们枢纽分析表的结果这边 枢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我可以再插入一个时间表 一样订单日期 确定 这第二个 第二个日期的时间表 我可以显示 我要看到的是 上面这个我用记好了 上面就是以记成线 上面是以记成线 下面是以月呈现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个年 还可以有一个年 一样停在那个成果的身上 枢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插入时间表 订单日期确定 这一次我就可以再加入一个 假设 这个是年 那年我就不用那么长了 因为年只有三年 我这短短的 季我可以也不用那么长 好 我就年 在这边 季的长度 拉长一点 好 那底下是月 年的部分我用红色的 季的部分我用 橘色的 那订单是使用蓝色的 我可以说我只要看到 我只要看到2016年 这里就剩下2016年的资料 2016年的第四季 好 我只要看到11月 这个就是它的筛选 我可以清除筛选 OK 2017年 我2017年根本都没有卖了 2017年的1月好了 1月 好 这边几乎没有2017年的相关资料 好 OK 这是2017年第一季的资料 好 那这个清除 看一下2016年 2016年的 你要看哪几季 你可以拖曳这个 我看一二季 看一二季 一二季里面的 2月到 5月 所以这个是属于日期的 日期的 跟前面的交叉分析筛选器是类似 但是前面是可以用一些资料的 这个是很单纯的日期 很单纯的日期 所以他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插入日期的 这个在书纽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插入时间表这个功能是2013才有的 所以在2010可能看不到插入时间表 但2010就有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这个功能 这两个都是在书纽分析表很特殊的运用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试看看